这是一只两天前刚来地球的钢肠纹 只见他轻轻一滑 就钻进了铁布山当中 老黑瞬间就感觉到不对劲 一边跳霹雳舞一边向同伴呼救 本想打开防护符把他弄出来 可没想到 老黑菊花一紧 钢肠纹进入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 同伴们急忙将他送往急诊室 可钢肠纹掉头正钻向他的荔枝 这时蚊子又再次转向 医生只好得徒手用钳子把它夹出来 可时间紧急 容不得医生去拿开塞路了 随着老黑的裤子被扒下来 一股寒意从底部涌上他的脑水 老黑只感到虎去一阵 大约医生在里面搅了三十分钟 到达直肠深处后 砰的一声 这只钢肠纹离开了他热爱的故乡 在空气中扑腾了没几下 就失去了活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几天之前的晚上 一颗天外陨石从天而降 掉进了美国境内 此时实习消防员肖恩正在沙漠中 和纸片人女友进行突击训练 以参加消防员转正测验 但糟糕的技术甚至让他差点没察觉到陨石正在逼近 一个大荒天陨杂的个接接实实 第二天一早地质协会代表老黑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带上了好朋友瑞克教授 他曾经是军队上校 对生化防御有一定的研究 很快他们看到了坠落的陨石 瑞克走上前去 惊讶地发现他有趣的变化 仅仅才落地几个小时 上面就长出了一些苔藓状的东西 轻轻敲几下 陨石表面就有奇怪的液体流出 在收集了部分样本后 两人立即返回实验室进行研究 瑞克把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里面有一些单细胞生物 这时他们正在以博尔特的速度迅速有四分裂 连载波片在下一秒都被打破 然后瑞克对他进行了基因测试 发现他并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下班后瑞克迫不及待地想像老黑展示这种单细胞生物 但对方看到后有点奇怪 因为那些显然是多细胞生物 瑞克看了一眼很是震惊 时间只有短短两个小时 但这些细胞已经完成了地球生命两亿年的进化 然后他们回到陨石坑 没想到这里的生活进化得更快 此时出现了成群的蠕虫 他们为了加速进化完全依靠有四分裂 只有一个晚上发展了三个变体 但他们作为氮基生物还没有适应地球环境 接触到氧气后很快就死亡了 瑞克震惊了也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 他们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就冲到陨石坑 防止别人发现这些生物 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这时军队已经接管了这个地方 其中一名守卫听到瑞克的名字后 着急上火地拔出枪想杀了他 幸好他及时被别人拦住了 进入临时基地后 将军热情地拥抱了瑞克 感谢他送来了这样的大礼 原来瑞克这样从军队出去的人才 军方一直在秘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这才从他的电脑上得知了此次事件 将军隆重介绍了项目负责人 流行病学专家艾莉 并表示会让瑞克帮忙 瑞克一听顿时怒不可遏 因为这是他先发现的 随后双方还闹上了军事法庭 瑞克本来想争取自己的权利 但艾莉表示我如果拿出这个证据 阁下将如何应对 原来之前军方要求瑞克开发某种疫苗 但几乎导致14万名士兵成为太监 难怪看门的守卫看到他如此兴奋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瑞克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力 不出所料瑞克成功败索了 当他们回到学校时 他们的实验室也被洗劫一空 自负的瑞克气不过 于是两人假冒军官潜入实验基地 以取回被抢走的样本 穿上防护服后两人进入陨石坑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去三周 溶洞就变成了像水帘洞一样 还进化出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他们都长得随心所欲 突出一个韧性 一不小心就会被其他物种吃掉 就在老黑准备抓一只小龙虾的时候 一只后脑勺向屁股的怪物出现 吓了俩人一跳 这时军方终于发现瑞克等人闯入了基地 艾莉带人来着急要赶走他们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而一只蚊子状的昆虫 趁机钻进老黑的防护服 最后让他被迫躺在单架上被捅巨花 当他们回到学校时 萧恩却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原来消防队员考试不及格后 他不得不去游泳池当服务员 但他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变异的鳄鱼 随着萧恩打开果布 瑞克一眼就看出 它是从陨石坑里进化出来的生命 这意味着那里的生物已经开始向外界传播 但他们还没有适应地球上的空气 与此同时附近的房子里也出现了大量的扁虫 女人打开储藏室的门 发现里面有一只奇怪的绿色巴格犬 女人不但不跑还想凑过去摸一把 很快瑞克等人跟着警察赶到了现场 绿色巴格犬显然是因为无法适应空气窒息而死 这时萧恩也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 躺着无数条长翅膀的恐龙 他们似乎在试图适应空气 但没有成功 突然一只恐龙翻身站起来 拼命捕出一个肉球后失去了动静 在几个人上前仔细看之前 一个怪物从肉球里钻了出来 他站起来扑腾了两下 似乎已经进化到不快氧气了 然后他摇了摇翅膀 迅速飞向远处 见状瑞克立刻开车追了上去 如果让怪物继续繁殖 那人类就完蛋了 转眼间翼龙冲进百货公司 看着眼前的人类 他迅速冲进人群开始自助餐 三个人很快拿着喷子过来了 翼龙提着午餐肉四处游荡 瑞克想去救人 但翼龙实在飞得太快了 一眨眼就消失了 就在老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萧恩突然站在麦克风前 使用小时候在老家养鸡的技能 然后萧恩越叫越起劲 靠着美国好声音把翼龙吸引了回来 老黑趁机扑过去救下女孩 站在二楼的瑞克 抬手几枪就干倒了这只翼龙 此时媒体已经包围了事件现场 报道后很快就人尽皆知了 州长着急忙慌赶到基地询问处理进度 但情况并不乐观 根据外星生物的生长速度 美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就可以提前去见上帝了 将军建议用燃烧弹洗地 但州长担心这会影响他的选票 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发现底下似乎有些不对劲 灵长类生物已经进化出来了 不仅打破了所有摄像头 还突破了气罚试图逃到外面 看到这种情况士兵们立即包围了所有的出口 没想到这些灵长动物竟然在背后搞偷袭 直接俘虏了州长 在混乱中萧恩拿起手枪杀死了星星 而留下小命的州长也改变了之前的决定 瑞克和支持他的艾莉等人被赶出基地 在回来的路上 一些平民认为世界末日降临 正在进行末日狂欢 四人回到实验室 寻找更好的解决外星生命体的方法 如果将军的行动失败 人类只能等待死亡 然而看着眼前的外星样本 瑞克毫无头绪老黑沮丧地点了一支烟 随手扔掉了火柴 出乎意料的是 燃烧的火柴刚刚掉进陨石原液中 几乎在一瞬间 外星生物开始迅速分裂和扩张 并在一瞬间覆盖了整个试验台 看到这一情况 瑞克顿感不妙 这些外星生物在太空中休眠 进入大气层吸收热量开始爆炸性生长 所以燃烧弹不仅不会消灭它们 反而会加速细胞的进化 瑞克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将军 但对方显然不想理这些人 这时瑞克注意到艾力背后的元素周期表 如果碳基生物对应的毒药是生的话 所以对于氮基生物来说 锡可能就是致命的 但对付那些怪物至少需要一千升的锡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收集到的 这时旁边的双胞胎学生有了一个主意 洗发水中含有大量的二流化锡可以用来代替 所以他们在消防车里装满了洗发水 他们必须在放置燃烧弹之前撒上洗发水 但由于州长亲自前来观战 将军为了表现一把 提前投放了燃烧弹 猛烈爆炸后外星生物发生了极端的进化 一个巨大的肉团从地下钻了出来 看到这种情况将军立即下令反击 但普通枪支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外星生物吸收这些热量 但开始不断生长和分裂 按照这个速度 美国的灭亡应该转瞬即逝 就在将军下令撤退的时候 瑞克等人开着消防车冲了上去 他们来到怪物身下 一眼就看到了怪物的大菊花 老黑终于等待了复仇的机会 给这个外星大肉团来个惯常 但外星大菊花强大的吸力 差点让老黑两眼一黑 洗发水很快就在他体内发生了反应 避车的洗发水很快膨胀了肉团的身体 人们很快上了消防车逃跑了 几人身后的肉团也达到了极限 炸得个稀巴烂 随后州长表彰了他们 肖恩正式成为消防员 老黑提前预定诺贝尔钢厂奖 而瑞克和艾莉在胜利的喜悦中 去车上继续研究元素周期表了 老黑提前预定诺贝尔钢厂奖